宝宝,我想你了,亲亲吗?想你想得身体烫烫的。会议室里,男友的聊天记录被公之于众,只是聊天的对象不是我这个正牌女友。 今天是开例会的日子,我却迟到了半个小时。原因是昨晚加班加点,帮赵佑辰赶了份PPT。本来是她的工作,前一天晚上突然说有事要出门,求我帮忙。 导致我早上起来迷糊过头,看错了时间。赶到会议室的时候,赵佑辰已经对着空白的屏幕着急了一刻钟。 接过她的电脑,插上优盘,汇报一气呵成,索性专业能力够硬,外加花活不少,把总裁姐姐哄得连连汗手。 查些时刻,赵佑辰去上厕所。 总裁姐姐趁机凑到我身边聊天,问我最近感情状态如何。 你和佑辰最近没事吧?我看她天天在公司有些魂不守舍。 没事,我说,可能最近失眠闹的。 我和赵佑辰毕业那年确定关系,一起来到如今这个公司打拼。 五年过去,我已经晋升人事总监,他还是名普通,Char,如果不是我的关系,他连在会议室汇报的资格都没有。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感情。 从大学时代开始,赵佑辰就是学校里的明星人物,文体俱佳,一表人才,有着无数迷昧粉丝。 说来惭愧,我当年也是其中一员。 后来的日子虽然不温不火,好在双方父母也算满意,已经到了商议婚期的那一步。 微信的滴滴声打断我的思绪。 是赵佑辰的聊天框,信息来自前台孙岳岳。 一个每天上班时只顾着化妆的二十岁女生。 我鬼使神差班地点开红点,丝毫没有注意到电脑此时还连接着投影。 宝宝,我想你了,亲亲吗? 宝宝,你什么时候开完会啊? 等会儿我们去吃什么呀? 想你想得身体烫烫的。 月月乖,马上就结束了,我们还去吃上次那家火锅好不好。 看起来赵佑辰在厕所还不忘回微信。 那我问你,上次那家你有没有带宇佳姐去过? 你带她去过的店我可不想再吃一次。 乖月月,放心,我带你去吃的店都是单独为你挑选的。 不可能再带她去。 宇佳是我的名字,此刻,会议室里安静地可以听见我的心跳。 扑通,扑通。 总裁姐姐盯着屏幕,又扭头看向我,过了半赏,轻轻吐出两个字。 人渣,这两个字激活了大家。 败类,这是销售总监王姐。 畜生,这是财务总监李哥。 猪狗不如,这是总裁秘书小刘。 在众人的一片骂声中,两人的聊天记录逐渐朝着不可描述知识发展。 他别想在这个公司待下去了,总裁姐姐的脸色已经变得冰冷。 会议室里群情激愤,我定了定心神,拔掉笔记本的数据线,断开了投影,然后环顾四周。 谢谢大家今天替我出头,但是我快速整理了下思绪,请大家为这件事情保密。 此言一出,一片哗然,众人议论纷纷。 羽佳,你难道还想袒护他吗? 醒醒吧,这样的人不值得你托付终身,他就是个彻彻底底的骗子。 我站起身,捋了捋头发,微笑着跟大家说, 请大家放心,我不可能再和这个人走下去,因为他要去的地方叫做地狱。 赵又臣从厕所回来的时候,众人已经散去了。 见我还在收拾会议文件,他静止走了过来。 今天会议这么早就结束了,他的神态丝毫没有异样。 没什么事,总裁见我汇报得差不多了,就提前散会了。 刚才王姐他们路过我时,眼神怪怪的。 哦,我刚跟总裁提了一句给你升职的事,估计他们听到了,心里计较着呢。 我随口搭塞过去。 听到升职,赵又臣果然转移了注意力。 见四下无人,手臂偷偷缠到我的腰上。 他的语气泛着温柔,等下要不要一起去外面吃饭。 赵又臣非常熟悉我的工作安排,今天下午还有很多按头工作要做,这种时候我不可能跑出去吃。 何况我怎么忍心打破他和孙岳岳的约会。 我下午还有活要干。 好吧,那我就一个人去了赵又臣露出一副无奈的样子。 我心底冷笑,这样的演技不去娱乐圈可惜了。 临出会议室门前,赵又臣问我。 哦,对了,我家里开始催订婚的事情了,你想好时间了吗? 我低头把一叠文件整理好,假装思考了片刻,露出一个满脸幸福的笑容。 下个月吧,我等不及了。 赵又臣满口答应下来,心里估计想着午饭时如何在火锅店和月月调情, 全然不曾想过我心里谋划着怎样的一个想法。 一个送他下地狱的想法。 中午路过前台,月月果然已经不见了踪影。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赵又臣所说的火锅店, 应该是我带他去过的那家。 那时我们刚刚毕业,手里积蓄不多, 我用大学时兼职存下的资金,在公司附近租了监房。 搬家当天,我带他来火锅店庆祝乔迁之喜, 也庆祝我们成功入职这家行业头部公司。 红油滚烫,热气遮住了我们的视野。 他不停地往我盘子里成我爱吃的虾滑, 同时向我许诺,三年当上总监, 四年在这里买房。 最多五年,和我结婚,让我幸福。 后来,他却一心偷懒, 整天除了吃饭,就是打游戏, 毫无事业心可言。 五年过去,他是不是在同一家火锅店, 和别人说着同样的话呢? 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办了会儿工。 微信弹出小红点, 是总裁秘书小刘发来的一段视频。 视频里,赵又臣和孙月月正在火锅店里吃得热火朝天, 两人你喂我我喂你, 毫不亲密。 周围的环境我无比眼熟。 视频里能听见赵又臣说, 等我这次升职加薪, 我就带你去北海道旅行。 孙月月说, 好呀, 不过你下个月不是就要订婚了? 订婚又如何? 只不过是更方便, 我拿到她的钱罢了。 没钱, 我们怎么去旅行呀? 赵又臣一副满不在意的语气。 况且, 她还是公司的人事总监, 即使我这次升上去, 今后用得到她的地方, 也多了去了。 来, 吃虾滑。 嘻嘻, 哥哥最好了。 小刘后面还发了一段话, 大意是店里的经理是她熟人, 让我不要担心, 这段视频拍摄得很隐秘, 俩人发现不了。 我一再感慨, 总裁姐姐的人就是靠谱, 表示等解决麻烦, 就去请小刘吃饭。 不用了宇佳姐, 渣男嘛, 走过路过踩一脚理所应当。 此时, 总裁姐姐走进办公室, 看着一脸平静的我, 缓缓开口。 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思考片刻, 对着电脑, 梯里啪啦, 在键盘上一顿操作。 一会儿功夫, 整个了复仇计划出来, 对着总裁姐姐说, 就这么干。 笑话, 论人事管理, 我可是专业的。 一页一页的PPT详细描绘了我的复仇计划, 暂时虽然潦草, 但起承转和应有尽有, 把总裁姐姐看得眼里冒光。 当然, 还是有必要谦虚一点, 这些东西是我花了一上午时间打的复稿。 午休即将结束, 总裁姐姐心满意足地离开, 走之前不忘叮嘱了我一句。 赵又臣这个人死得多惨都没关系, 但你还是要多加小心。 毕竟, 孙月月有点棘手。 孙月月是董事长的养女, 全公司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 算上我, 一共不超过五个人知道。 孙月月的入职是赵又臣办理的, 她是知情者。 月月是董事长从大山里资助出来的孩子。 董事长从前去参加公益活动, 见到还在偏远乡下的月月, 心生怜悯, 就把她认为女儿, 供她读书。 无奈月月成绩不好, 实在读不下去书, 没参加高考, 隔着老远跑到公司, 求董事长给她一份工作。 董事长虽然怜爱月月, 但也明白事理, 没有违以重任, 只是让她来当前台, 从基层干起, 历练一番。 先明白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 可月月进公司之后, 对前台的工作并不满意, 私下里到人事部找赵又臣抱怨过好几次, 一来二去, 两人的关系不断亲密起来。 我想, 吸引赵又臣的, 应该不只是月月的年轻漂亮, 应该还有月月和董事长的这层关系。 否则, 她哪里来的勇气, 说这次升职加薪呢? 一边是人事总监女友, 一边是董事长养女。 对她来说, 有了这双重保险, 升职加薪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晚上下班, 赵又臣已经在家里等我了, 怎么这么晚回家, 我都饿了。 今晚你打算做什么菜? 她躺在沙发上, 目不转经地边看电视边问我。 我看着她那个悠闲自得的样子, 语气不带一丝波澜。 今天太累了, 点外卖吧。 说完, 我拿着包回到书房, 打开电脑。 门外的电视声依旧吵闹。 确认房门锁好后, 我接上数据线, 开始查看回家前从她车上下载的行车记录仪视频。 昨晚赵又臣出门时, 只身一人, 不到半个小时, 她在一个小区门口停下。 等了一刻钟, 有个女生从小区大门出来, 是孙月月。 接上她, 两人一道去了情侣酒店。 过了一个小时, 两人又衣衫不整地从酒店回车上。 今天发挥不错。 嘿嘿, 你也是。 两人在车内甜言蜜语起来, 在我熬夜帮她准备工作汇报的时候, 她和情人在外面缠绵。 接送情人的车, 还是我送她的三周年礼物。 关掉视频, 我开始一字一句地整理起那份复仇计划。 每一步的人员安排, 行动调度都需要更加细化。 伴随外面的电视声, 从棋牌节目换到电影, 再换到足球, 我的计划逐渐完善。 直至深夜, 我依旧还在电脑前。 复仇这件事, 我可是认真的。 隔天一早, 顶着黑圆圈的我告诉赵佑辰 她的升职报告已经拟好, 就放在公司的前台。 赵佑辰一听到升职报告这四个字, 面露喜色, 说要去上个厕所, 实则是去打电话。 我装作换鞋, 她在厕所门上偷听。 月月, 我升职的事情有着落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也充满惊喜。 这么快, 我才刚刚跟我爸说你的事。 不愧是我的月月, 效率就是高。 效率确实是高。 就是不知道, 这究竟算谁的效率。 到了公司, 赵佑辰扔下一旁的我, 直奔前台, 把这里的文件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能找到她的那份升职报告。 孙月月站在她身边, 一脸疑惑。 怎么了? 你看见我的升职报告了吗? 赵佑辰一脸着急。 什么升职报告? 这种东西不应该在你的邮箱里吗? 把我这翻得这么乱。 孙月月一脸不满。 碍于边上开始有人围观, 赵佑辰也不敢大张旗鼓地说什么, 疑惑地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这个笨蛋, 连升职报告发到邮箱这种常识都不知道, 这几年, 吃而算是白干了。 我在背后打了个手势, 销售总监王姐从人群中走出来。 佑辰啊, 你升职报告在我这呢? 早上我路过前台, 看到你的文件就顺手拿走了, 毕竟你以后啊, 就要在我的手下干活了。 王姐笑咪咪地盯着赵佑辰, 后者被看得有些发毛, 对着王姐打哈哈。 王姐说笑了, 我是干HR的, 去你们销售部那里干什么? 只见王姐从怀里抽出一份文件, 递给赵佑辰。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赵佑辰升任销售部专员。 名义上是升任, 实际上谁都清楚, 销售部脏活累活一大堆, 指标要求极高, 远不如HR做办公室来得轻松。 赵佑辰的脸刷一下就白了, 环是一周, 周围人人吃瓜的表情愈发明显。 我倾咳一声, 示意众人不可暴露。 行了行了, 都去忙吧, 没得记得打下卡。 王姐率领着围观众人离开, 剩下处在原地的赵佑辰, 月月和我。 回过神来的赵佑辰, 问我什么情况, 我耸了耸肩, 装作无辜地回复。 你不是说让我给你找找机会, 我看王姐那里缺人, 就给你塞过去了。 可那是销售部。 销售部怎么了? 赵佑辰, 下个月我们就要订婚了, 你还不想着怎么努力打拼, 难道想一辈子就这样混着吗? 我撂下狠话, 无视调还在一旁脸色奇差的月月, 静止回到我的办公室, 顺便给王姐发了感谢消息, 辛苦她对这件事这么上心, 一大早起床打印报告。 王姐回复应该的, 外加一个解恨的表情包。 至于剩下的两人, 自不必我来操心。 去了销售部, 赵佑辰更需要抓住孙月月, 否则以她的能力, 干不满三个月就要被开除。 没了这份工作, 她一无是处, 她本人最清楚这一点。 唯一能救她的, 只有月月背后的董事长这一根稻草。 再回到家, 赵佑辰已经做好了晚餐。 见我走进家门, 赵佑辰解开系在腰上的围裙, 吵我微微一笑。 宇佳回来了, 我应付一生, 坐到餐桌前专心干饭。 四菜一汤, 尚算可口。 饭桌上, 赵佑辰几次试图找我搭话, 我都没有回应。 吃完饭, 她又去主动收拾了碗碟。 我坐在一旁, 专心看她表演。 五年前, 我们确认关系的那一天, 她带我去了她最喜欢的天文台, 告诉我, 她对我的爱就像天上的星辰那样永久。 把我感动得眼冒泪花, 眼下她这副模样和五年前一样英俊, 可如今的, 我只觉得恶心。 收拾完毕, 赵佑辰凑到跟前, 问我, 佳佑, 我错了好不好, 你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 再把我从销售部调出来。 我摇了摇头, 表示这不可能。 笑话, 你对我的背叛, 哪里是几次家务就可以偿还的。 望着眼前这个充满失落的男人, 我心底的恶魔小人愈发膨胀。 时间就这样, 又过了一星期。 赵佑辰每天在王姐的悉心照顾下, 疲于奔命, 整个人肉眼可见地消瘦了一圈。 而据线人小刘汇报, 赵佑辰和孙月月又去了火锅店几次, 先后经历了争吵, 复合, 再争吵, 再复合的过程, 也是够折腾的。 眼下按照我计划里的流程, 下一环节就要展开了。 这天, 一辆保时捷停在公司楼下, 正值上班时间, 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孙月月自然也看到了, 她身边的同事也是我安排的, 有人惊呼, 咱们公司什么时候出了这号人物? 看驾驶座好像是个男生, 不知道谁这么有福气, 能坐上那辆保时捷, 孙月月接话。 她虽然是董事长的养女, 但董事长平日只管她读书和基本的生活费用, 自然也没有条件接触过豪车。 此刻我正坐在办公室里, 透过窗户远程指挥。 你小子想在车里坐到什么时候? 该下来了呀, 别太装了。 车门打开, 小刘穿着一身贴身西装, 缓缓迈出驾驶座, 配上那副棕色墨镜, 颇有几分当红小生的姿色。 不对, 不是当红小生, 应该是当红富二代。 是小刘啊! 怎么这么帅, 孙月月身旁的同事惊呼, 没想到她家这么有钱, 另一位同事附和。 帅哥配豪车, 不信你不上钩。 小刘对着同事们不好意思道, 那个, 平时都是搭地铁来的, 今天要不是骑晚了, 实在怕迟到, 也不至于把车开过来。 很好, 还是个谦虚的富二代。 一众女同事尾随小刘从楼下到大厅, 当然, 里面不知情者只有孙月月一人。 我观察到, 孙月月此刻看向小刘的眼神, 已经洋溢着崇拜, 剩下就看小刘的发挥了。 接下来的一天时间, 小刘有意无意地在前台走来走去, 孙月月也趁机制造机会搭话, 俩人有来有回, 中午还供点了一家外卖。 开宝石节吃外卖, 你小子怎么立的人设呀? 我在聊天矿里吐槽, 这叫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这样才能和女生共情。 再说, 咱不得节约活动经费吗? 对面的小刘回复。 行吧, 只要你小子拿下目标就好。 下班的时候, 孙月月提出要和小刘去看电影。 小刘装作一副为难的样子, 半推半就的, 被孙月月跨着胳膊钻进了那辆宝石节。 据说, 围观群众无不惊叹于孙月月出门时的搅柔造作。 一连三天, 赵又臣都失魂落魄的, 偶尔撇到一眼她的微信, 只有发送没有回复。 对面的头像是孙月月, 此刻她正和小刘忙着去游乐场玩旋转木马。 升迁希望逐渐渺茫, 情人还被拐走, 怎么看都让人觉得, PPT理应翻到下一页, 但计划不出意外地出意外了。 总裁姐姐决定亲自出马, 原本的计划是找我发小, 让她去和赵又臣套近乎, 顺便多抓些此人的把柄。 但总裁姐姐看完前几场戏, 觉得这一趴刺激好玩, 决心亲自出马。 哪有皇上御驾亲征的呀, 我喊出电视剧里太监的台词。 爱情怀疑震的能力, 有人吸引饭了, 哪敢呢, 小的只是怕油损龙体, 风险越高, 回报越高。 我看着总裁姐姐眼里兴奋的光芒, 暗中捏了把汗, 心想你要是这次把它完废了, 后面好戏就没得看。 总裁姐姐也是行动派的代表人物, 当天下午, 赵又臣就被宣布借调到总裁办, 给小刘当助理。 给情人的情人当助理, 这事儿怎么看, 怎么伤人自尊。 吃瓜员工们纷纷拍手叫好, 但赵又臣不这么想。 他认为这是总裁姐姐对他的照顾, 帮他脱离了销售的苦海。 所以在经过最初的心理建设后, 赵又臣已经对小刘言听计从, 开始安前马后地做事。 整个总裁办的杂物被他一个人全包, 勤快地像一只德国牧羊犬。 没有说德牧不好的意思, 也没有说赵又臣好的意思。 就在赵又臣以为获得喘息之机的时候, 总裁姐姐对他发出邀请, 共进晚宴的邀请。 他认为这是天降的横幅, 殊不知其中藏着多少凶险之处。 我不住摇头, 半君如半虎啊。 更何况, 眼前这头还是恶虎。 参加晚宴的头一天晚上, 赵又臣在我面前使了十一套衣服。 以前这些衣服穿在他身上还算顺眼, 现在看过去只能叫半丑。 我看着他那上蹿下跳的样子, 忍不住出声。 不就是吃顿饭吗? 至于这么激动? 你懂什么? 那可是总裁的家宴, 家宴。 总裁亲自邀请的, 你这个人是总监都没资格进人家的门。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回到书房。 自打知道赵又臣的恶臭行径, 我就用忙工作的理由, 把床搬到了这里。 不想和他有任何的肌肤之亲, 还是赶紧和总裁姐姐预习下明天的晚宴计划。 赵又臣打死也想不到, 参加晚宴的会有这些人。 他, 小刘, 总裁姐姐, 孙月月, 还有董事长, 这是我爸。 总裁姐姐指着董事长说, 赵又臣和孙月月一脸不可思议。 孙月月尤为震惊, 月月啊, 这是我亲女儿。 总裁姐姐面露微笑, 示意在座诸位, 不要大惊小怪。 董事长招手示意孙月月过去, 严肃对她说, 在公司为了低调, 我从来没提过这层关系, 所以你不知道也很正常。 这次我女儿把月月你请过来,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来公司这么久了, 还没有找到工作方法。 上次你说让我给你升职, 我说你还太年轻, 需要多磨砺。 谁知道你转眼又说, 要帮一个赵什么什么的升职, 你要先搞清楚自己在公司的地位。 你现在只是一个前台, 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别整天搞这些邪门歪道。 一连串的话语, 让孙月月和赵又臣冷汗直流。 董事长又转过身, 对着一旁的人说, 小刘啊, 我知道你和月月关系好, 之后要对她多加监管, 不能再放任她胡来了。 知道了, 书, 正在向我实况转播的小刘 大声答应下来。 作为人事总监, 调查清楚公司高层的人际关系 是我分内的事。 向除我以外的人保密 也是我的职业要求。 无她, 为专业儿。 董事长扭头看向赵又臣, 一脸关心。 听我女儿说, 你最近在总裁办帮了不少忙, 你叫什么名字呀? 男人起身, 战战兢兢地回答, 领导好, 我叫赵又臣。 赵又臣, 好耳熟的名字。 赵又臣是哭着回家的。 据说, 当天晚上, 董事长将其痛骂一顿, 说他在公司里结党营私, 利用人际关系谋求职位。 他的职业前途基本算结束了。 这名声传出去, 整个行业都会将其封杀。 他在沙发上干好了一整晚。 第二天上班时, 他整个人精神状态, 犹如行走的木乃伊。 小刘也和孙岳岳分道扬镳, 理由是我叔让我不要和你走那么近。 断牙式分手, 让孙岳岳无心在上班时化妆, 萎靡了好久。 吃瓜群众直呼过瘾, 上班时, 我的聊天框里各种道喜。 我逐一回复。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大的还在后面呢。 失去职业前景的赵佑辰 被赶回了销售部。 在我的暗示下, 没有人分给他这个门外汉资源。 他没有资源, 也就找不来新客户。 没有新客户, 在这个业绩为王的部门 就要靠边站。 这是一个死亡循环。 倒是在家里, 他的表现好了许多。 洗衣服做饭, 妈桌子拖地, 样样不辣。 也是, 眼看就要丢掉饭碗, 作为公司的人事总监。 只有我有救他于水火的能力, 可不得好好表现表现。 我看着窗明激进的房间, 怀疑他在朝着家庭主妇, 的梦想上飞奔。 家庭, 赵又臣, 你在想起这个词的时候, 心里有过一丝愧疚吗? 订婚仪式前夜, 赵又臣约我到天文台, 那是我们初次牵手的地点。 这次没有漫天繁星, 夜空中只有风声哀鸣。 他看着我的眼睛, 不停地说, 羽家, 我知道我这些年一事无成, 连累了你。 我知道你为这个家操碎了心。 你相信我, 之后的日子, 我会好好待你, 绝不辜负你的青春。 羽家, 你和我在一起, 会后悔吗? 眼眸似水, 隐约中我看到一丝忏悔。 我牵起他的手, 感受着掌中的温度, 和当年的体温一模一样。 我一字一句, 我不后悔。 目光坚毅, 张佑晨听后, 整个人似是放松了一样, 长出口气, 好像我成了他的救生员, 把溺水的他打捞出来。 我当然不会后悔了, 送你去地狱的路上, 我绝无后悔。 订婚仪式那天, 晴空万里。 我请了双方父母, 亲朋好友, 还有公司同事来到现场。 当然, 公司同事来, 主要是为了吃瓜。 按照计划, 前妻流程一切正常。 赵佑晨的爸妈, 看着身穿礼服的我, 笑得何不拢嘴。 到了送祝福环节, 总裁姐姐手当其冲。 祝我们宇佳往后的日子里, 万事如意, 桃花朵朵, 不遇渣男。 一旁的赵佑晨, 脸色铁青。 小刘送祝福时, 祝宇佳姐工作顺利, 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这下是个人都能听出不对劲了。 思宜打着哈哈, 示意继续继续, 轮到孙月月。 祝宇佳姐和佑晨歌 幸福美满, 总监大人什么时候 给我们涨工资呀? 这你要问边上站着的总裁大人了, 我笑着回答, 不愧是你孙月月, 脸皮还真厚呀。 一试进行过半, 微信接到小刘发来的信息, 查到了, 他俩昨天夜里 还一起去了酒店。 这是他们出入房间的监控视频。 昨晚从天文台回家后, 赵佑晨借口采购仪式用具出门, 被早就埋伏好的小刘抓了现行。 他们俩死灰复燃的事情, 我一早就有察觉。 加上之前的行车记录仪内容, 这场订婚仪式绝对精彩。 赵佑晨啊,赵佑晨, 如果没有你, 今天该会是多么无聊的一天哪。 我打开投影仪, 结果撕以手中的脉。 今天是我和赵佑晨的订婚仪式。 首先感谢你的陪伴, 让我能有今天的成绩。 我盯着赵佑晨, 他脸上浮现出幸福的表情。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我要送出一个为你量身定制的视频。 下面请看, 火锅店热闹的场景中, 赵佑晨和孙月月正你浓我浓地相互投味。 同一双筷子从一张嘴里伸到另一张嘴里, 口水丝清晰可见。 伴随着视频里两人调情的话语, 场地从开始的热闹变得鸦雀无声。 赵佑晨走上前来, 试图打断视频的播放。 雨珈,你听我说, 你误会我了, 我和他指示。 闭嘴, 我冷冷地回应。 他被我对得一愣, 或许在他印象里, 我从未有过如此冷漠的一面。 也好, 今天让你看看, 你究竟惹到了什么不该惹的人。 视频再继续播放, 行车记录仪的内容在投影仪上展现出来。 停车场内, 对面就是情侣酒店的招牌。 霓虹灯闪烁, 照得两人格外亲密。 视频中的双方从下车开始, 牵着的手就没有松开过。 直到走进酒店大门, 尖叫声来自孙月月, 一旁的同事赶紧将她按住, 防止她冲上来发疯。 人群里开始有些骚动, 宣传部同事们纷纷把手机举起。 你们是好样的。 在后面的内容是小刘昨夜拍到的。 昏黄的酒店走廊, 两个人拥吻着走入房间。 时间快近。 大概半小时后, 两人从房间中走出。 视频里, 赵佑晨还穿着今天现场穿的西服。 他的父母走到我跟前, 握住我的手。 家家, 我知道佑晨对不住你, 可是, 叔叔阿姨, 不要说了, 这和你们没关系。 我爸则气得要抄起凳子砸向赵佑晨, 被我赶忙制止。 大家不要冲动,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我和这个人已经结束了。 同时, 我在心里默念, 你这辈子也结束了。 赵佑晨整个人处于爆炸的边缘, 眼里的红色浓度急剧上升。 林宇佳, 你一直在暗算我。 他边喊边朝我冲来, 小刘从一旁走出, 挡在我的身前。 但还没等赵佑晨靠近, 一双高跟鞋从人群中伸了出来, 在草坪上就把赵佑晨扮了个狗吃屎。 总裁姐姐威武, 警笛声从不远处传来, 还躺在地上的赵佑晨突然面如死灰。 我靠过去, 看着这张沾满杂草的脸, 低下头说道, 你以为我会那么天真吗? 做个家务, 讨好下午我就会放松警惕吗? 习惯了混日子, 怎么可能突然变得勤快? 狗改不了吃屎, 你改不了饭件。 你知道吗? 我电脑里的商业资料是假的, 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是出反常必有妖。 赵佑晨的算盘我心知肚明, 他只是想借做家务之名, 频繁出入我的书房, 窃取我电脑中的资料, 进而转卖给净品公司, 拿一笔前后跳槽。 毕竟经过董事长那顿晚餐, 他在这个公司注定永无出头之日, 何况他从始至终, 就没把心思用在正处。 我对此早有防备之心。 一切偷窃的证据都被我在书房, 安装的微型摄像头记录下来, 昨天已经交给了警察, 此时不远处的警车正是为赵佑晨而来。 你以为我会像你那么笨吗? 投个评,还忘记关微信。 这是我留给赵佑晨的最后一句话。 处理完仪式的残局, 我马不停蹄地回到公司, 准备下一个月的例会。 总裁姐姐贴心地给我安排了一星期的带薪假。 我问她能不能攒着等我下次病婚用。 收获白眼一眉, 没办法, 这该死的职业责任感。 孙月月则再也没来上班。 听说是总裁姐姐向董事长汇报了她俩的关系, 董事长一怒之下把她送回大山, 让她那里重新读书, 不考上大学, 别想再从她这里拿到一分钱。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 希望孙月月不要重蹈覆辙。 收拾完资料, 抬头发现小刘已靠在门边。 有事, 来报销活动经费的。 差点忘了这茬, 也懒得问她要发票, 直接拿起微信准备转账。 那保时节一天挺贵的吧? 自己家的, 不要钱。 行吧? 看起来你们家的家训就是低调做人。 一共多少钱? 不要钱的话, 能赏脸吃顿火锅吗? 我抬起头, 正对上那对充满真诚的眼睛。 确实挺好看的。 抽空请了保洁公司把整个家打扫一遍, 渣男的物品统一送到他父母家。 眼里没有脏东西的感觉真好。 宣传部同事快码加编地把仪式过程剪成短视频。 连带着我的那份PPT, 一下子爆火网络。 甚至有人高价请我出PPT教程, 被我婉拒。 我才不要加班呢。 至于赵佑晨, 他最终被判商业秘密罪, 要进去吃三年牢房。 有案底在, 他这辈子别想再从事这个行业。 他种下的每一个恶因, 结的每一个恶果, 都要他自己来承受。 他对别人造成的每一次伤害, 都会在未来的某天, 原封不动地还给他。 这是世界运行的规则。 善良和勇敢, 则是我们的武器。 收到法院通知的当天, 公司为我举办了庆功晚宴, 庆祝我入职六周年, 同时升任副总裁。 满公司要给我抹蛋糕的时候, 我拉着一个人, 偷偷溜到天台。 据说是你专门为了我, 专门去找董事长, 求了一个新岗位。 公司这些年发展挺快的, 我确实有些忙不过来, 小刘明年要去外地分公司做经理。 你是不二人选。 他顿了顿, 薪水翻倍, 总裁姐姐的形象此刻伟岸起来。 谢谢老板栽培,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我搞不定PPT, 给我爸汇报工作的时候, 需要一个专业靠谱的。 学好PPT, 走遍天下都不怕。 小刘打来电话, 说旅行的机票已经订好, 让我赶紧把那一周带新假期用掉。 学会和老姐抢人了是吧? 一旁的总裁姐姐偷听到电话内容, 冲着手机笑骂。 天台上吹来温暖的晚风, 楼下传来同事们的欢声笑语。 面对背叛, 学会复仇是必须的技能。 而更重要的, 是开始下一段旅程的勇气。 这世界虽冰冷广阔, 可善良和勇气 还是将我们相聚在一起, 让我们一起祈祷。 升职, 加薪, 渣男吃劳饭。 按摩